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星会网立场无关 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标奇立二 今天特别醒神 因为你受了 当然,要多谢Ivan 让我小弟未试过感觉到一些轻磅的重量 现在个人都很轻 飘飘然 很飘飘然 今天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们会做一款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几年 Peepee,Pater Phillip 有这么多人去追捧的标 当然大家知道 Pater Phillip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品牌 当然最出名的就是他的标身够薄够轻 像Ivan跟我说 大了等于没大一样 你所说的是5167A 其实5167A的确是戴了帽带 戴了好像没有戴 很飘逸 可能大家戴惯了Summer Rain 但在于我这些已经不喜欢戴标的人 戴着铁在左手上 真的会觉得很辛苦 明白 所以5167A戴了上手 就真的觉得好像没有戴标 觉得很轻身 尤其是标玉是8mm厚 8.3mm厚 你想想现在 大家知道 以前有些人说标要重重 才有重量和质感 现在就不是 觉得好像有些腐累 尤其是天气下天热热热 哇 很绝绝 很不舒服 你轻一点就会觉得没那么辛苦 没错 会绝得那么厉害 所以今天Ivan很有心 我们今天除了介绍PP 除了介绍PP外 介绍它的历史 我想问一下 我是最现实的 我想买一个 这是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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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0A 这是第一代的Aquanoc 其实它刚刚推出的时候 也是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 去推出市面 所以出产了1000只 只是1000只 但是它很快卖掉 很快被人掃掉 因为这款 其实是很英俊 男女也适合带 不过它有一个问题 它的尺寸 就是适合女生 多些 第一代35.2mm 但是它推出市面 因为很受欢迎 很快已经买完了 我想问一下 如果现在买的话 多少钱 现在买的话 未必买到 因为太少了 但是如果现在买的话 我不肯定是否这款 但是有相类似的款 大约是20多万左右 相类似的款 20多万我又不觉得贵 相类似的款 因为你知道 如果Akronaut 即Ivan 现在带了 大约是首帅 新标 都算了 有40多万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标 是很小的 尽量都是适合女生 而且 你知道 一直都是 男生追标 多于女生追标 是的 真的 所以 它的款式 不是炒得特别贵 但是当然 一个继续的款式 始终都有它的价值 没错 所以它是20多万 现在 以我所知 20多万左右 OK 都不是贵的 是的 当然 大家知道 PP 第一代 真的叫做 Akronaut Akronaut 第一代 我想它自己PP 都猜不到 出了之后 原来如此受款 是的 所以它不断推出很多新款 而我们今天介绍的款式 就是5164A 是的 5164A 这款是5164R 这是玫瑰金版 它的带 虽然 那幅图 大家看可能是 很深色 好像黑色 但是它的带是咖啡色 整个都是玫瑰金 是的 这个标 为什么介绍给大家 因为这个标 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OK 两地时间 是的 因为它有两地时间 它也很容易可以调调到 即是地区的时间 当你旅行到另一个地方 是的 按一下按一下 是的 刚才台长也试过 按一下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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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像其他标 要扭开那一粒 要扭开那一粒 然后再去调改 所以这款标 是十分之實用 而且有一看日子 也有一看日與夜 兩地都可以看 尺寸是40mm 配搭男生 也很容易搭配 男女都可以 但身厚度 厚了一點 比之前複雜機芯 所以10.2mm 機芯是324SC 會多了一支針 在圖上看到 有一支針是實色的 即是時針 有一支時針是透明的 即是實色的時針 即是實色的時針 reader看 既注意 strook Family 一間片是天黑 另一邊是日暇 他做的事情是很贴心的 而且下面的圈是显示日子 所以你看到29、30、31、1、2、3、4 所以其实非常贴心 戴上手也是很轻身的 比较其他标是很轻身的 而且不说不知的 他的胶是叫Tropical 其实他曬光是不会掉色 亦都不会溶 他有这些好处 所以他是 我自己觉得 是非常非常知道 一个喜欢戴标的人去使用 当然很棒 但是他扣就看不到 你可以展示标的扣给大家 大家要知道 我们标其立2 最近这件事是什么 就是有实物 有实物体才是个人 这个是钢 钢是5164A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用了钢材料 你看看漂亮 等于刚才也说过 在这两个标的中 就是一按 透明钢 所以那支的透明钢 不是透明 是实色那个 实色的那支 其实可以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 看看下面好不好 好 按下方向,能否通过一格 上面的日子转回 坐飞机去别的地方真的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香港时间是8.20分 到了东京,怎样做呢? 很简单,大家知道东京就快向香港一个小时 我们就去到九点了 没错 大家看到了 全部晚上 两边蓝色就是两边晚上 白色就是日常 这个很贴心的设计 贴心设计 因为我们开麦的时候 还有Ivan也跟我们说过 这条带 大家也知道用这些 我们叫做塑胶 比如有时候晒 或者放了一段时间没用 是粒粒粒融融的 其实很多胶都是 如果放在太阳底下 晒一段时间 尤其是遮阻 最多时间就是遮阻 大家可能体验不到 就是胶柄 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你拿上手 哇,粒粒粒的 又掉色了 但是P-P 它做这个胶带 完全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没错 其实有很多东西 都会越晒越褪色 但是P-P的胶带 是不会的 好呢 当然这个是Granite 我们叫做手榴弹 但是这个手榴弹就有点特别的 就是好像有点雷射 你看看 哇,你看看 你看看 不是我这个反光 就是你看表面 好像有点雷射 看到了 好像有点雷射 这样 这个表面其实 是不是近年才去做这个表面 还是一直都有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的形状 好像手榴弹这样的形状 但是只不过 在5060A的时候 它做些纹是深一点的 如果大家可以按之前的照片 其实可以按之前的照片 我们按之前的照片 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继续 看一看表面 嗯 嗯 嗯 之前那个 嗯 嗯 嗯 对了 它会做得深一点点的 轮廓 但是形状是一模一样的 嗯 是的 它设计这个Archonot的时候 其实那个标玉 那个纹 就已经定死了 嗯 哇,真的很漂亮 只不过现在 它的科技好了 它标玉 也都越来越做得细致 嗯 我想问一下 有一个真的 这个真是乡下佬 我问一下 为什么这里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 圆吞吞的 是什么来的 是的 这个圆吞吞 其实就是 给你可以按 去调校时间的 哦 是的 OK 哇,真的挺窩心的 这个东西 你会看到 比如它的纹 刚才你看到 是深一点的 那么这些坑纹就没有那么深的 还有这个两地时间 是的,它地球里面 都是有这个纹的 是的 对,这里 对,这里是日子里面 这里 就是好像有个地球 是的 其实呢 它都是有这个纹 真的很漂亮 这个不是透明底 这个,是的 也是透明底 其实上下 都是这个蓝宝石的标面 防挂花的 是的 哇,很漂亮 而它的纹就是用按压式的摺疊扣 是的 是的 你可以开 一按,其实就弹出来了 就弹出来了 是的 一按 一按就弹出来了 两边都会弹出来了 OK 是的 比较起Nautilus Nautilus比较传统一些 它就要拉起那些纹 就是会觉得辛苦一些 但是呢,喜欢戴标的人 就一定是喜欢Arconoc 这种这么简单的摺疊扣 其实真的很漂亮 是的 这个摺疊扣 其实,你要看到 其实真的很方便 一按下去 它就会弹出来了 对吧 一弹就弹出来了 OK 没放到 哇 真的 我觉得真的挺漂亮 这个,是吧 哇 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标其中一款 是吗 因为它是很实用的 很实用 是的,很实用 而且呢 它有这么多功能 它都不会厚很多 挺漂亮的 你看看 比较起外面坊间 好像Rollex的GMT 另外Nautilus的5990 是重很多 轻伸很多 还有你会发现到 譬如大家都 有个感觉的塑膠 它这种标呢 当然大家都有个Casio的胶标 它这种胶标是绝绝的 当然刚才Ivan说过 就是当你晒着或者你放一段时间 我最喜欢 就放一些标 一直不用它 就有一些融融的感觉 是的 这些标是不会的 这些是不会的 你看看 有些绝绝的 现在我把手放进去 有些很绝的感觉 这个真的很窩心 好了 我也是 最现实的一件事 就是 现在这个钢 在市面上 卖多少钱呢 其实这一钢的5164A 大约在市面上卖59万左右 OK 这个就是59万左右 是的 59万左右 OK 全新标 全新标 OK 哇 但是在这个 Least price 大约是28万左右 28万 那大家也知道 69万 我可以说69万 哦69万 哦 sorry 69万 哦 69万 不是吧 如果59万 那些人可能 就可能 就P.M.我们了 不好意思 喂 是不是59 卖69万左右 OK 这个69 OK List price 大约是28万左右 OK 那大家也知道 List price 现在任何的标 都应该你也想不到 一定可以买到的了 其实是非常难买 因为现在变了很多时候 都不是钱 真的不是钱 为什么那些楼 以前百多万 现在会千多万 起跳呢 天水围也要千多万 所以很多人玩标 都是越来越升值 变了 人们开始发觉 都是一个好的投资渠道 没错 所以多了很多人 不是说多了人 多了很多人 去投资 在手标上 是真的 因为手标 除了男士的恩物之外 你觉得 如果是一个漂亮的手标 你要看它的造工 它的机身的设计 究竟薄不薄 複杂性高不高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藝術来的 基本上 是真的 是的 所以 大家要见到 如果一只这样的标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哇 不是吧 一只钢也要七十万 是 没办法 就像Ivan所说的 现在的钱 好像不是钱 这个价格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努力士 你要见到 在官方的网站上 你写到 以为是多少钱 你真的不要以为是可以买到 是啊 你基本上 就好像Summer winner Summer winner 你多漂亮 原价买到 你已经赚了几瓶了 是啊 真的看得到漂亮 对啊 看一看小画面 大画面 看不完 你看看小画面多漂亮 是啊 它是很细致的 很细致的 它是很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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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些VIP 有些像Cufflink 其实它用18K做 那些是卖的 卖的 而且非常贵的 几肥的Cufflink 真是很细致的 再给大家看看 盒子 你看看 盒子 碎到 我喜欢它的盒子 又不大 又不太细 对吧 这样一开出来 哇 你看看 是啊 其实是很漂亮 而且它的设计很贴心 因为这些标 因为你改了标带 其实它 摆的位置是刚刚好的 是真的 譬如大家看到 现在摆了出来 摆了进去 你看看 真的 其实不是很 这样的 真的很漂亮 就是你拿着皮套 它里面的标 是每朗里的 没错 而且真的可以保护到 没错 很漂亮 它就有这些贴心的设计 超级窩心设计 就是这些 这样就没有了70个了 OK 不是的 其实我自己觉得 玩标来说 无论作为一个collector 也好 或者是 你对它来说 就是看这件事是investment 也好 我觉得 你要选择适合一些手标 去做 才可以 没错 别说是不是 那些人说 这个标 会升啊 这个标 很漂亮啊 这样去买 就是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香港人很多时候都是盲目跟风的 真的 帕特菲利普还有很多好标 好标 不单止是Nautilus Argonaut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款式 都是 设计非常独特 没错 而且真的很窩心 所以你看到 例如 也就是那句 刚才 Ivan也有说过 例如你买标 除了是 男士最想买的 的因物之外 其实 用一个投资的角度 都不是一件坏事 是啊 因为 长远来说 可能因为现在的人 真的多了 投资 而且这个产量太少 没错 变了 好像 香港的楼 香港的楼 怎样升 因为多了人 但是人们又没有地方住 每个人都要住板间废 是不是 还要多了些人有钱 是啊 是啊 多了些人有钱 那就变了 每一层楼都千两千万 两千万 真的激死了 现在的楼就是这样 其实楼就像标那样 就是供不应求 没错 每个人都有手腕 每个都想带标进去 没错 每个人都想要这只标 但是它出产又少 市面又少 那就变了 每个人都 给一个premium price 而且有一个状态就是 市面就是 很多人都习惯了一个 就是炒价 每个人都习惯了给炒价 就像现在的红猫 就是外面卖到28万 如果跌到20万 那些人觉得 哇很划算 又买 就一窝蜂就去买了 所以永远都很难去跌到一个 就是那些人觉得合理的水平 就是说的list price 对不对 因为需求的太多了 很夸张 所以变成要跌 真的是一件很难的水平 很夸张 是的 还有接下来 你也知道 Ivan也说 就是几年前 是吧 他现在打的那只 都不需要四十几万 是吧 六七年前 或者四五年前 其实一年前 一年多前 都不需要四十万 都可能是三十七万全新标 现在已经要四十几万 四十七万全新标 是的 已经是一个 很大20%的差异 就是 我自己觉得 现在的市场 可能大家也印得太多银子 其他国家 是的 大家知道 自从上年三月爆了这个COVID之后 大家都印很多银子 变成了很多人又有钱了 是的 没错 有钱了 就买些东西去investment 做保值 有些人买楼 是不是 有些人买标 有些人买车 没错 车就 是的 变成了很多人 都令到 标、楼、房屋、房屋 都被炒弃了 对的 所以大家 黏着我们的标其立义 就知道 有一些新的中标的资讯 以及都要告诉大家 究竟现在 有些什么 在市场上的款式 是比较受欢迎的 好像今天这样的款式 都很多人找到 是的 其实这款式是超级热门款 嗯 即是我们叫做GMT PP的GMT 其实是超级热门 也不是说你一进去就能排到 通常它都叫你 可能排一些简单的款式 日门一点的款式 你拿了一两个了才可以 买这一类的标 那如果是PP牌的话 需不需要吃这个价格 PP牌 PP牌是list price 但是你永远都排不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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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你想想一间标店 每一天可能有五六十个客人 走过来问 我想排这一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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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当你每一天有一个客人 排你这一类标 一个月有三十个 一年有三百六十个 嗯 但是你可能一年来两个 那就是一年有三百六十三个 在合计 没错 就是几百个都排不到 他排给你排的 但是永远都排不到而已 嗯 是的 可能等十年 你都没等到的 是的 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所以你想想 是非常之难 就是现在这些真的很恐怖 就是一只二十几万的标 现在外面你要即时要呢 那你就拿了 就是用一个价钱 就是我们叫炒价去买 那你就说我不想的 你要排的 就等于努力士也一样的 你可以去一些ADA 我们叫做 去排的 但是你排不排 那一回事 他会不会给你排呢 是的 可能他也觉得 现在全世界都拿一些Rolex 过来买 买卖的 就是好像一个trading 我不会给你几片东西 要不你放下几片东西 你卖给我 我卖给你了 没错 所以 也是那句 这是一个市场的走向 就是 所有的早买早享受 都是一样的 是吗 池买就不是便宜几件 可能便宜很多 但是你那池 究竟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这个标呢 那就另作别话 OK 好 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们又可以看到一只这么漂亮的PP上场 两地时间的PP 这个Number是什么 5164A 5164A A就是steel steel R就是rose gold OK 黄金呢 J 黄金是J 大家记住 白金是G 白金是G 全钢是A OK 这个大家记住 通常在后面加 是吗 OK 希望下次见大家的时候 可以拿一些特别的款式 因为 以我所知下个星期应该有标的 有一只 绿色的571 哇 一只绿色一只蓝色 又是厉害的 绿色的571 其实在PP就说 其实只会出一年 那就会 就是绿色的 所以现在 绿色的571 是炒高10倍的价钱 是的 就是一只 25万的标 其实在炒价里面 是要250万才能买到的 是的 希望下一集 可以跟大家介绍 OK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到下星期再跟大家见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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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